这年来年轻人创业浪潮越来越高 但让小八没想到的是 现在就连小朋友都开始创业了 最近香港富商刘鸾雄和甘比的大女儿 就开启了自己的创业项目 大刘和甘比的大女儿就是那个身家 已经高达数十亿的刘秀华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今年才十岁 那么他创业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刘秀华在今年暑假迷上了完史莱姆 就是那种水晶黏土玩具 它玩到什么程度呢 就甘比透露 他的史莱姆曾经超过一千块 而后来了因为他要开学了 甘比觉得这会影响他学习 就让他丢掉 但小小年纪的流行化 觉得丢掉不如卖掉 于是他将这些史莱姆重新设计 包装再卖出去 价格也比市价低不少 为了支持女儿创业 甘比还在商场专门给他 做了一台史莱姆贩卖机 目前这些史莱姆已经受出上千个了 而且购买的人中还包括 郑秀文、钟楚红、杨仙画、陈毅 血等明星当然了 可能是在看在甘比的面子上才来的 不过十岁的刘秀华 能有这样的商业头脑已经很不简单了 但最值得称赞的 是他还想卖出史莱姆的收入 全部捐出去做善事 哇 小小年纪就知道做生意 更懂得做善事会退社会 实在是难得 想必这也离不开父母的言传声教了 像甘比就经常出席一些慈善活动 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真心做慈善 都值得我们点赞 不过像刘秀华这样小小年纪 就热心公义的富二代可不止一个 赌王最小的女儿和超新 也做过这样的事 和超新今年才19岁 除了超级富二代和学霸光环家之外 现实中的她就是个人美心善的小姑娘 去年她的哥哥何尤君就在微博 帮她宣传自己的手工作品 耳机性保护套 作为痴传不愁的富二代 何超新为什么要卖这些呢 其实何超新也是想通过售卖 自己手工制作的商品来做慈善 做的款项全部用作慈善用途 话说这些保护套款是也不少 何超新还贴心的提供定制服务 还真是心灵手巧啊 而且售价也算适中 最重要的是 她的这份新义民族珍贵 看多了那些成仙会货 无所事事的富二代 再看看像流星化 何超新 接养善良正能量的富二代 引起小巴极度舒适 小巴希望生活中多一些 像他们那样热心慈善的人 最重要的是善心 而非金钱数量 你们觉得呢 阿尔 小巴